這次官方真的是太佛心了 暗仔派對在今年度Google Play獲得了年度最佳休閒遊戲 不只送了7天的體驗卡 50的潮彈筆還有一件餅乾 還有送10個閃耀筆 各位趕快領起 11月21號這邊有一個更新 在11月22號逃出驚魂夜正式有一個新的逃生者管家 管家可以放出射魂連結來遠程拉回目標救回隊友 沿在泡明花裡面的都可以救出來 甚至還可以撞擊追捕者照著暈眩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是附近如果有隊友 他的保護時場會延長 那再來是衝衝衝 有實力高超的小彈仔們趕快去挑戰 這邊還有一個新的盲盒 就是草頭娃娃陰陰 這隻還蠻可愛的 我們看一下 這一隻 還有三個顏色 那個是綠色的草頭娃娃陰陰 然後粉色的 這應該是粉紫色的 還有一個是橘色的 這隻還蠻可愛的 這邊我大概算一下 58 通常大概是在第六次第七次 大概四五十個閃耀幣就可以中了 那有純閃耀幣的小朋友趕快抽起來 那這邊還有更新一個射手座的貝飾 射手貝飾就跟上次一樣 你如果沒有買到之前的貝飾 它是可以回來買的 它是可以回來買的 所以 如果想要收藏你的星座貝飾 這個時候 是可以買的 買還有送六個閃耀幣 然後呢 這一次 因為我們要準備換季了 下禮拜 28號就換季了 那這一次還一樣有那個 暗夜精靈的活動 那下一次的盲盒就可以有五折優惠 那下一次是尋光冰雪季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預約 新賽季預約尋光冰雪季 那到時候 這一支應該就是 這一支應該就是下一個賽季的製作 感覺還蠻可愛的 跟大哥很像 不知道我們家揮揮會不會喜歡 那 只要你有去解賽季任務 就可以解拼圖 解完拼圖就可以在下一次盲盒有五折的優惠 還可以拿那個 這個幣 可以趕緊把你的獎勵兌換 全部都換出來 那最後呢 就是 賽季衝刺 每一個賽末衝刺都會有 就是 你只要 每次進來 都會有一個加薪福利 就是你第一場 必加一顆薪 你參賽巔峰派對時 就會 加薪生效 那生效就會額外獲得一顆星 鳳凰蛋位不生效 鳳凰蛋是分數的 那 活動期間還會開放額外的派對任務 來完成相應的任務 可以獲得哥德幣 30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賽季任務 然後 這一次應該是小蝙蝠 還可以獲得那個 派對保護卡 讓你趕快上鳳 好 那最後就是 瘋狂周末 就是一樣有六個想要臂 跟 生悶氣的動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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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